大钱是命 小钱是正 就是说你发大财 那就是你有没有这命 跟你的本事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 但你发小财就要靠自己的努力 是你正来的 那我们这发小财得有个定义 什么叫发小财呢 我们先说最下限 最下限的小财是根据你个人自己的能力 你能够在单位时间内 比如你一个月或者一年或者三五年 在单位时间内你得到的这个钱 比你去给别人打工 选择你的这个能力给别人打工的 挣得多一些 这就叫发小财 比如说我自个的这个能力 我上单位应聘 我就能挣五六千块钱 但我自个干呢 我做个事 我辛苦点归辛苦 但我一个月能挣个一万块钱 这基本上就能算一个发了个小财 这是小财 最基本的 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付出的最少得到的最多 每个人都是这么想 但是很难 因为你得到的越多 你风险增长的就越大 风险越大 你可能就是失去财产的机会就会增多 就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欲速责不达 你想非常快的发财 你可能连最基本的钱都挣不来 所以我告诉你们 尽管今天是号召全社会都创业 但是创业的成功力非常非常的低 所有的创业成功者都知道这个成功力低到什么程度 那么发小财呢 还有一个标准 我们除去这个最基本的标准 还有一个标准呢 是今天经常有人说的叫财务自由 财务自由本身也有高线和低线 低线 我们先说低线 目标不要定得太大 你想发小财 目标就不要定得太大 低线是什么呢 是你出去啊 你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出行买个东西 一般不太介意这个价钱 比如你到餐馆点菜啊 你注重左边比注重右边多 这基本财务就有点自由了 我过去跟几个上市公司的老板聊过天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说呢 说你这个成了复工以后啊 发了大财 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想了半天跟我说说 唯一的改变就是进餐馆啊 点菜不再看幼稚 就是不再看价钱 只看想吃哪个菜 想吃就点 不再看这个价钱 还是不是介意了 这就是财务自由的一个最低标准 最高标准是什么呢 我其实最高标准我没找着 按照网上说啊 你就有一亿元人民币了 这就算财务自由了 那我也见过 有一亿元人民币很快就变得穷得要死的人 为什么呀 想的大做的大把钱投入了 最后这钱就没了啊 大钱 你一个人挣到了像样的钱以后啊 能让你钱丢掉的 只有两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赌博 你有多少钱都可以输在赌场上 第二个途径就是投资 投资是另外一种赌博 其他你可能就花不掉 比如你找女朋友 除非你给女朋友 把你所有的钱都给了他 那是没辙 但一般的情况下 像这个都花不太多的钱 我们一般人啊 发小财的思路都会限于开店 对吧 你开一手商店嘛 发个小财啊 但是这是一种传统意义的 这个生活方式啊 也是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朴素想法 那今天我们在国内啊 创业的人呢 其实都不想发小财 都想发大财 它跟国外不一样啊 你比如你到欧洲去啊 你到日本去 你会发现 它有很多的那个小店一开 开几百年 几十年都不算什么 不扩张 不加桌椅 你到日本去看 这个现象非常的普遍 比如日本有那种居酒屋 居酒屋 我们进去的时候 一看有好拥挤啊 你没有地方坐 然后有人给你介绍 说这张桌子 当年啊 川端康城 几乎每天晚上都坐在这儿 哎呦 你顿时就对那居酒屋肃然起敬 可那屋子里能坐下的地方 不超过二十个地方 我到日本去啊 去吃那种街头小馆 我最喜欢吃那种街头小馆 非常小的面积 有时候进去 就是个十几二十平米 两三张桌子 老太子坐了几代人 台湾就很受这个影响 我前一日子去台湾 去这个高雄 一下飞机 朋友就来街 说我请你吃顿饭 说咱不去大地 大地你都去多了 带你上一个小馆子 你进去 这人跟我岁数同岁 进门就给我介绍 说这家店我十七岁 上大学那年就在这吃饭 几乎天天吃是我们家食堂 吃了多少年呢 四十多年 人家这个小餐馆没有扩张 当年是什么样 今天就是什么样 做了两代人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是吃上一代人做的饭菜 岁数大了 就吃同代人做的饭菜 结果夫妻俩跟我聊天的时候 说现在子女 不愿意干这行 所以他们能做到哪天 就算哪天 最后这个小店就会关掉 所以他很安平 就安于现状 就是你本身好像能发一大财 有机会 当时生意好的时候 天天都定不上座 他为什么不扩张呢 就是他安于这个状态 那我们今天说这不行 这个对我们这想发财的人说 你这套我根本就不 我一听都不想听 我这一辈子 让我开一餐馆 我也挣不着什么大钱 我不想受这类 我也不想挣这小钱 我想发个财 那么发小财呢 我现在开始教你 给你讲各种故事 你要听思路 听故事是没有用的 你要听思路 听明白思路 你可能就抓住了发小财的机会 先讲一件事 先讲一事 好多年前 我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岁的时候 碰见过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比一般人有钱 我年轻的时候 二三十岁的时候 那时候工资都不需要问 就是你什么岁数 对应的就大概挣多少钱 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那个时候 就挣个五六十块钱 就挣这么多钱 跟我岁数相同的人 大概都是挣钱 上下不会差十块钱 同一个人呢 有点钱 比我们多少多一点 花钱的时候就显得有钱 那我就问 您做什么工作呀 这人跟我说 没工作 我说你没工作 你钱哪来的 捡的 我说 我说 这捡钱是怎么回事 他说捡钱就是我自个儿的工作 本人以捡钱为生 你听这是个笑话吧 你怎么可能每天都捡到钱呢 他就有办法 他每天都能捡着钱 他跟我说 这些捡钱呢 是有路数的 是有道的 不是你每个人都明白的 他捡多了以后呢 他就会知道在什么地方容易捡到钱 比如他跟我说 他每年 每天 早上起来 那时候北京人最多的地方 商业第一段就是百货大楼 每天都进去 百货大楼捡钱 没有一天空过手 我说你这捡钱 你百货大楼哪谁丢钱让你捡 他说嘿 有人丢 哪丢啊 说卖糖果的地方 老掉零钱 一分钱也捡 一毛钱也捡 人不嫌少 咱们地上看一分钱 你肯定不捡 你觉得你弯腰那价值都比一分钱大 对不对 你不捡 他捡 他说捡钱就是不论大钱小钱都得捡 还有哪钱多呀 厕所多 厕所多 你听着新鲜吗 他还告诉你 女厕所比男厕所多 因为这女人啊 事多 上完厕所呀 老子对着镜子描眉画眼 拿出钱包来 或怎么着掏个什么东西 扒把钱包就扔上了 所以他就是到女厕所呢 就敲门 说有人买 你听里面没人推门一看 在那个台上放开一看 没有就走了一游就捡一钱包 还有哪能捡钱啊 他说还有一对好 我不能告诉你 我告诉你派你去捡 我说 我当时就非常的感兴趣 我就说 这捡钱居然有规律 知道哪钱多 你知道哪钱多吗 你知道啊 我后来为这个事 做过测试 我说 当一场电影散场的时候 人都呼吾吾吾往外走嘛 有一个人翻身要进去 你觉得这人进去还有什么价值吗 他不是打扫卫生的 我们今天一散场 就肯定打扫卫生到保洁的人员就进去了 把它收拾干净 准备下一场 对不对 我们早期的电影院跟今天不一样 今天电影院第一小 几十人都算大的了 有的电影院我看见进去几个人 现在最大的电影院也就一二百人了吧 我们当年的电影院经常是千人起步 两三千人看一场电影是正常的 散场的时候那电影院哄的一下 人全往外拥 他逆着人流就进去了 干嘛去了 你们这会明白了 捡钱包 所以当你们走出去的时候 他就一排一排的凳子测试 迅速走过 看看有没有掉下来的钱 这人就靠这个方法活着 我们从某一个角度上讲 这事不算太道德 但是步伐 他有一种思维的方式 就叫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我碰见过很多次 比如我当年去新疆 1984年 在阿克苏到阿拉尔的路上 荒无人烟 连路数都没有 就一条路通到天边 车开着开着 看前面有一个人徒步 背着一个三合板 坐的盒子这么宽 一米长这么薄 一打开 全是卖眼镜的 你今天啊 今天的年轻人看不见了 30年前这背着 这个三合板盒子 到处卖眼镜的 全是浙江人 然后我就很新鲜 就跟那个司机说 停车停车 我说干嘛 我说跟这人说说话 我就跳下去了 跟这人说话 我说您这干嘛来 他说卖眼镜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说 你卖眼镜 这哪有人呢 你卖谁啊 你说他跟我说什么 人那一句话说的 就比我高 人上来就说 正因为没人来卖 我才来卖 所以他把那个当时啊 至次架高的眼镜 全部卖到新疆去 那个地方的交通闭塞 商业落后 那时候兴的蛤蟆镜 搭了眼角那种蛤蟆镜 把那蛤蟆镜 就卖到新疆去了 舍不得坐车 走着 我们开车都开好几个小时 走着 到那以后呢 进到一个居民点 那一堆眼镜都能卖光 人家思维 就跟我们思维不一样啊 我们思维要是卖眼镜 一定说人多少哪去卖 他是哪人少往哪去卖 我在电视上还看过一个节目 看完那节目 我非常的受感动 有个江哲 一个小财富 19岁 只身一人 所有的家当加起来就一缝纫机 奔了甘肃五围 到了五围 举目无亲 就是认识一个老头老太太 跟人家商量说 我能不能在你们家窗檐下 织一个摊 我给人补衣服 那老头老太太说 可以啊 你这么留着吧 他就开始给人家补衣服 补件衣服收不了多少钱吧 然后补着补着就开始学着做衣服 给人做裁缝 给人缝制衣服 那么十年以后 这个小裁缝 结婚生子 买下了当时呢 这个城市的第一 这个服装厂 是国企 说九十年代 很多国企都维持不下去 就给卖了 当时就采访他 就采访他就说 说你为什么上这来呢 他说第一 是经济不发达 你看他也是逆向思维 发达的地儿他不去 竞争惨烈 第二呢 这个地方由于经济不发达 对服装的要求极低 就是一开始就是补 补就没有好坏嘛 这破了补上去就完了 你给我钱我给你补好 后来手艺呢 是在过程中学的 因为那个地方落后 所以对手艺的要求呢 也没有发达地区那么严格 所以差不离了 这衣服就能卖 人家日积月累 最后娶妻生子 买下那个当地最大的一个服装厂 那么这些你仔细想啊 这些人的这个想法 都跟我们常规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今天一想做生意 就先想哪人多 哪人少肯定不去 人少去干嘛去 而且人家还有这样一个精神 叫什么呢 叫不畏小 对不对 卖一个眼镜能挣多少钱 给人补个衣服 补条裤子能挣多少钱 挣不了多少钱 但就是这个小 集业成球 聚沙成塔 最后发展成一个事业 还有一种呢 比这高点 叫用计谋发财 想用个什么样的计谋 我看到日本 有这么一个案例 当年日本这个二战以后啊 日本二战以后 你都知道日本是战败国啊 面临着战争赔款 而且打仗打的国家非常穷了 每个人日子都没那么好过 有一个人呢 就开始做一个生意 这生意啊 咱听着都不叫生意 卖什么呢 卖绳子 卖绳子 各种绳子 上哪买去呢 跑日本的边远地区 制造绳子的地方 去买 买完了又到哪去卖呢 到这个城市的商场啊 这个经销商那去卖 那么他多少钱买 就多少钱卖 一分钱都不挣 你听这人有病吧 自己搭功夫啊 搭盘产 什么都搭 就是会不挣钱 我这一捆绳子 一百块钱买 我到那边又一百块钱卖 日本人很有意思 他在这个买卖过程中呢 全部是凭单据的 比如我在你买了多少绳子啊 下了单子买了 到那边卖了多少 也给人一单子 这单子他就留着 因为这个 他这种做生意的方法 没有人能跟他竞争 因为你不挣钱 别人只要加钱 就比你卖的贵嘛 所以没有人能跟他竞争 他就先把所有的市场都占领了 大概两三年以后 这人呢 就拿出了他的双方的单子 他给这个卖绳子的人说 你看啊 咱们做了两三年的生意了 这张单子啊 你可以看到我一分钱都不挣 你能不能给我减一成钱 来一九折卖给我 然后这个供应商一说 这人是真够老实的 这么辛苦两三年 一分钱都不挣 那行 说以后我给你供货 跟别人不一样 我捡一成 给你打九折 他又翻过头 找买他绳子的人说 说你看 我卖你两三年了 你看这单子 我是多少钱买多少钱卖 我一分钱都不挣 你能不能让我挣一成钱 那买绳子的这个销售方呢 就说得了 说你也不容易干了这么多年 不挣钱我给你加一成 这样两边各挤出一成 中间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这个人是后来日本卖绳子的大王 所有绳子让他垄断了 这就是有计谋 知道怎么去发这个财 希望能不能让他自己评论 这就行 然后能不能让他来